大家要上场的 直接就是为老朋友 掌声有请 陈璐 第四个是陈璐 我还端来的小 谁接的路 大家好 我是陈璐 今年也太难了 因为我也是一位前辈 领导又来突围了 太惨了 没事 但我作为领导 今年非常荣幸 因为在我当上 喜剧领导的第二年 就把脱口秀大会 带来了山东录制 我希望三年之内 把山东打造成 中国脱口秀第一大省 你看领导就是喜欢吹牛 但有些事情我们绝不吹牛 经典超绿牛奶 六克原生高蛋白 超绿黑割剂 带来两倍高营养 你看 你看领导有些话也不吹牛的 但是会打广告 今天终于又录制了 太开心了 因为上海疫情关了两个月 太想你们了 这个疫情刚有苗头的时候 我爸妈还专门从山东 去上海照顾我 被我称为最老逆行者 中间有一段时间没有菜嘛 好在我们小区呢 会给60岁以上的老人发菜 哎呀 我就靠他们发的菜活着 又过上了啃老的生活 家里没有老人的邻居 可羡慕我了 说 哎 你哪来那么多老人啊 能不能允我一个 这个我爸妈憋在家里很无聊了 老人嘛 平时就喜欢到处溜达 憋得我爸都跳上流根红了 我妈就憋在家里织毛衣 想不到他们在大城市 又过上了男跟女之的生活 好好好 这是一个年轻梗 这个当然疫情期间呢 我爸妈最担心的不是我 是公司 整天跟我说 你们公司不会倒闭吧 你这才当了几天领导 如果你感觉公司不行了 赶紧找关系把自己调走 我说爸 我们这行业没有调走一说 我能调去哪里 德云社吗 而且人家德云社已经有领导了呀 我爸说 哎呀 领导嘛 这东西他又不干事 你这多一个也看不出来 我说爸 我去说相声 你是我爸 你也要做出很大的牺牲哦 以后大家会这么介绍你 这是成鹿的父亲 王老爷子 其实疫情期间 我们公司还好了 就在礼担的带领下练习一个本领 就是不用吃饭 靠喝酒就能活着 我们真的组织过几次云喝酒 就是对云喝酒 可能大家不太了解 就是你们上网课 我们喝网酒 你们逃课 我们也有人逃酒 一道干杯 他又假装网卡 卡住了 而且我们云喝酒很正实 用的是专专业的会议软件 腾讯会议 这个会议还要提前预约 设置会议密码 这个为什么要设置密码呢 因为有一次 有个大哥冲进来一顿喝 我们都懵了 我们公司也没有这么能喝的大哥呀 大哥说不好意思 走错包厢了 最挺逗的 最挺逗 我也是 挺好玩的 然后疫情期间呢 其实有很多明星出来给大家唱歌啊 加油啊 诸葳啊 这个脱游演员在疫情期间 也太没用了 对吧 当你饿得不行了 我们能干啥 只能给你送去快乐 让你笑着离开 而且也不需要我们制造幽默了 对吧 因为当时很多歌舞表演 已经很好笑了 对吧 就是那个 听我说谢谢你 因为有你 我暖了四季 大白听完说 谢谢你 我真的会谢 然后我们最近录节目也特别忙 两个节目叠在一起啊 然后我就突然觉得 好像隔离在家里也挺好的 啥也不干都好 我就感觉隔离有点像婚姻一样 就外面的人想进去 里面的人想出来啊 想不到最近又遇到了微诚的问题 讨厌 对 我最近最大的感悟呢 就是很多事情都是我们个人不能把握的啊 好在复工了 现在我的人生格言就是 听天命 进人事 干好活 笑着走 然后呢 这次来山东录制也特别开心 因为我是山东人嘛 我也紧急教了一些我的同事们 一些山东话 以防万一 比如说什么 你好 谢谢 不能喝了 不能喝了 好谢谢大家 我是承总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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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哥 承哥今天这 近乡情趣 怎么有点紧张呢 今天的年轻人太厉害了 我感觉年龄有点大了 我今天 我们不是九大淘汰天王吗 对 我就不怕成为首席淘汰天王 有点压力 有点大 所以 哎呀 别再自己淘汰了 我害怕 可以 三票稳的 我们还是感谢大老师的大局官 因为承哥这个确实是 没有那么好 不然显得我们 这如果私登晋级了 显得我们公司也 太怕领导了 因为就是 我觉得之前 领导这个风采啊 就是今天 差不多有点微弱一些 然后所以说 希望我觉得后边越来越勇 就是像这样 我们三个都拍在 包厢那块了 是我们经常干这事 所以呢 就感觉走进了我心里 轩姐 喝多了 也有走错包厢的经历吗 会 KTV包厢吗 怎么化解呢 就退出来啊 退出来 那我们承哥三斗 进入抢麦环节 考验效果文化 企业文化的时候 到了 让我们来看一下 谁会站起来 好 斯文站起来 想不想 有个大看的 想 哈哈哈 五秒 倒计时 五 四 三 二 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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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哎呦 请诚哥返选 这个有点有点难选啊 其实刚才斯文差点站起来 团 capacidad 了 哈哈哈 开玩笑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其实我也刚才在想要斯文要扭点就直接站起来了 啊 我不扭 哈哈哈 哈哈 有 有点难选 因为全是新人 哎呦 没有救人啊 只有新人 哎呦 我好吃 哈哈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 Jacqueline 太想听你 太想听你 站起来 思雯 考验呢 我觉得斯文没有站起来 说明还是有感情的 两个人还是有感情的 有感情还离婚 怎么了 有感情还离婚 在说什么 不是这个意思吗 大姐 就是有感情才离婚 来吧 诚哥选一个吧 我们尊重规则 只能从站起来的选 好 选津津吧 好 掌声欢迎津津